标题,因发的反韩情绪中,韩国少女组合宣布解散,正儿如下,近几年寒流一直影响着整个亚洲,尤其是中国。 众多韩星像潮水斑斑来到中国西津,像李敏昊、宋仲基、RM成员等等。 很多人在韩国就是普通二线明星,可是到中国后他们的待遇特殊韩国很多。 黄志烈曾经在综艺节目中说,自己的出场费,中国比韩国多一百倍,韩流明星不仅是博喜金, 他们还影响到中国很多年轻姑娘、韩剧中的美女,以及他们穿的衣服和化妆品,甚至也都是他们追踪的。 很多中国人开始去韩国疯狂扫货。 2016年,访问韩国的中国游客有八百万左右,中国游客每个美人平均在韩国消费1.5万元。 对于一个人口五千万的国家来说,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。 位于韩国首尔江南区的整容街,以前大天像木乃伊一样的中国游客,在这里走来走去, 现在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在这里接受整容。 很多整容院院长表示,这样下去他们停不了一年就得关门, 甚至有几家开始关门。 暂时期夜,中国游客最愿意去的济州岛处境也一样, 这样保持一年济州岛,面对70%以上的店铺等大关闭, 其中包括商铺、餐厅、还有大型酒店等等, 就连刚出道不到一年的女子组合,M.I.X.X. 3月16日也宣布解散,组合中三名成员是来自中国, 连反针对中和市场的组合,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宣布了解散。 3月17日,经济公司Chico娱乐表示提出中韩偶像女子组合, M.I.X.X. 因为中国反韩情绪越来越严厉, 中国成员纷纷纷约会归国内, 中韩女子组合,M.I.X.X. 将宣布正式解散,而且就在前段时间, 几大视频网站的最新韩宗更新都已经被下架屏蔽, 观众表示都看不了,包括引进韩宗, RM,金并万的统领法则等都无法观看。 谢韩令也一次再度升级, 从节目制作整改,到影视作品无限延期, 载到各类广告综艺下车, 以及如今韩宗屏蔽, 这次现韩令来势汹汹, 同时,国内节目也在度受到考验, 在韩流退去的情况下, 影视综艺如何做出特色新创意, 使内地娱乐圈要摆思和进取的地方。 还是那句话,国家面前无偶像, 但同时我们也很明白, 观众精神需求被满足了, 谁还会去看韩剧日巨人版科为您分享, 如果想看到更多内容,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